习近平的地位是不是继续稳固 如果他当成终身制的国家主席跟总书记的话 那台海绝对不会安定的嘛 他下来才会安定嘛 如果他拿到这个终身制的话 绝对会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来威嚇嘛 所以说美国现在对这个事情也很伤老金 我们今天看了 不管是在乌克兰 他们美国国防部长 召集了四五十国的国防部长会议 为什么召集会议 就是拜托你们赶快把重武器送进去嘛 不是光嘴巴讲嘛 我要捡多少 我要支援什么 你没有进去的话 他打不了仗嘛 这是一个 同样的 布林肯对台湾海峡的关系 也一样的 他绝对也要有动作 如果没有动作的话 那不是助长习近平跟普丁的气势吗 好 再来关心国内选举话题 国民党的高雄市长人选 最近似乎又闹得满城风雨 是不是会搞得跟桃园一样呢 那这个媒体呢 昨天有公布一份国民党的党内民调 显示出到底现在谁的民调最高呢 我们看到第一名是柯智恩 第二名是陈丽娜 第三名陈玉珍 第四名是黄少廷 第五名张亚忠 第二名是孙聂平 第七名是曹桓荣 但是就很奇怪 这份民调好像党内知道的人并不多 包括黄少廷就说 不知道 拿来这个民调 而且他觉得这个结果 跟地方听到的不太一样 昨天叶云之在我们节目里 他也完全不知道有这份民调 其实先请到范老师 那这份民调搞到最后 就让人家怀疑这到底是真民调还是假民调 国民党做的民调都很奇怪 之前这个桃园市长的民调 也是莫名其妙 大家就不晓得是找什么单位做的 这是高雄市 也不知道是找什么单位做的 也一样 搞不清楚怎么来的 就不能告诉我们 你的民调时间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你有抽样多少数量 因为你的数量多管 是跟你的效度性度有关 另外就是你这个怎么样抽样 然后再来就是 你大概有多少样本数 这些都不需要公布 然后才公布我们的结果嘛 就不是啊 就是还要暗默默的做 怕被别人知道 很奇怪 而且没有数字 也没有数字 也没有具体数字 只有名次 只有排名 这个更是荒谬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 难怪很多人说不相信 黄绍廷也不相信 那第一名是柯智恩 柯智恩 他不是高雄人 高雄没什么关系 我也觉得他也莫名其妙 被雷打到 让他出来选高雄市 那不知道他去选台南市呢 那第二名就是陈丽娜 陈丽娜我还真不知道是谁 刚才Google一下原来是高雄市议员 知名度不够啦 可能比较再低一点 但是知名度不够 第三是陈玉珍 陈玉珍是金门人啊 对他本来不是要选金门县长 对啊 从跑到高雄去了 他说他舅舅住高雄 舅舅住高雄 这太砍脱了吧 当然我不可否认 很多金门人早年 有一些是移居到高雄市 但那个人口比例很少啦 那再来黄绍廷 黄绍廷也是市议员 他之前也有一些违规酒驾前科嘛 然后再来第五名是张亚中 更荒谬张亚中高雄什么关系 但现在这里面啊 最积极的是谁 张亚中耶 张亚中是什么 孙文学校校长耶 他就是非常就是非常 讲到统一的 甚至就是跟对岸关系很密切 他就是洪秀柱的子弟兵 洪秀柱在选国民党党首席的时候 他是最支持 他幕僚嘛 对 范老师现在党中央尴尬了 对啊 张亚中竟然说 党中央不惜找公安公司做假民调啊 对啊 他说真以为没人看得出来吗 太侮辱民众智商了 对啊 哎呦 张亚中现在声音很大声 我必须要讲 如果在十年前 张亚中要去选高雄市市长 国民党里面一定有人骂 你凭什么 高雄是台湾的民主胜地 美丽岛事件在高雄发生 桥头事件高雄发生 你来你红统的来台高雄 选你不是侮辱高雄人吗 可是为什么现在国民党里面 没有人质疑这件事情 因为国民党内部已经新党化了嘛 国民党里面已经深蓝化了嘛 他们不觉得张亚中去选高雄 有什么奇怪啊 他们是能为张亚中可以创造 韩国瑜当时的这个奇迹 2018年奇迹 这我不像想 2018年韩国瑜这个奇迹 它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是什么 那时候中央 蔡英文刚刚执政 2016年刚刚执政 所以刚才一例一休的问题 劳工的问题 经过教年金改革的问题 基金问题当然社会上比较对立 所以影响了这个2018年的 现场选举 所以国民党 民进党惨败嘛 第二个 当时我们讲 高雄真的长期是在 民进党执政 所以很多人想后患口味 其实韩国瑜这种插科打魂 蛮有娱乐效果嘛 高雄民众很新鲜很新奇啊 试试看 才让他当选嘛 张亚中一个人讲话 就跟教授都在上课一样 很无趣 不像韩国瑜那么有 那么样的这个幽默 开玩笑啊 有的时候开个黄枪 大家觉得像一个综艺人物嘛 所以张亚中如果以为 他去高雄选 可以跟韩国一样 再去掀起千堆选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什么张亚中 到目前为止 国民党没有人说 你真的不适合 把那个国王的新衣 叫他脱下 就是党内 现在已经分了深蓝化了嘛 所以我觉得 这是国民党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一个 根本不可能在高雄当选 而且他的政治路线 跟高雄市民 这种本土的价值 完全脱离的情况之下 他既然现在义愤填膺 义正延迟 好像他还质疑 这个中央做假民调 现在这几个候选人 他声音最大 他动作最多 他每个礼拜都去高雄 他真的要选了 我不想 如果张亚中 真的要该高雄 选这个高雄市长的话 这场戏 虽然好看 但是一定是失败的 对 现在看起来 其实在 国民党在高雄这一局 似乎也是搞得 非常的热闹 因为之前 桃园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这次又会搞成一样吗 那我们看到不光是张亚中 还有杨志良 昨天我们有讨论 他也是要选 他说相信 这个党一定会提名他 来明显 那现在又因为 这份民调 那又 党内也不相信 很多人都说 这份民调到底怎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 只有排名 然后没有数字 然后地名又刚好是柯志恩 柯志恩又刚好是朱立元 叫他选的 我就公布这种数据 无法服众 当然我跟柯志恩很好 我常常跟他同台 而且我们都冰冻 我常常问他说 我以为你要算吗 他始终都没有要选的意愿 我所以党中 不能霸王硬上公 硬要花轿抬过来 就要人家上轿 没有要选 朱立元要他选 对因为相对 他争议比较少 而且形象也不错 对那做民调是这样 你对我来讲 你要公布民调 你就委托哪一家公司 什么时候做的 信息水准多少 抽样多少 每一个人数据多少 你都公布就好了 一样又今天 又有某家媒体 也公布一个民调 谁多少 最高的高雄 最高的只有高金素煤 然后第二名柯智恩 其他的各都有数据 1510 他什么时候做了抽样 这个中文大家没话讲 对大家没话讲 你不能说 先射箭在画靶 你就是硬要逼柯智恩 然后接受征召 第一个柯智恩 他有没有意愿是 你要考量 第二个 那你对其他人 你怎么服众 譬如说像张晓中 张老师一样 智良 他们就不服气 所以我觉得党中央这种做法 就跟桃园的翻版一样 会搞成桃园一样 历史不能重开机 假设真的回到过去说 就说韩国瑜没有去选2020 然后2018 他连任一直在努力在市政上 那现在拼连任 那这些争议都没有 可是历史就不能重开机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当然很多人介意说 这里当然最做初选最好 你初选可以内部民调 因为毕竟你市长就是大母鸡嘛 那你要扛这些小鸡啊 那你上次因为2018 因为民党 当然他有面临到大海啸 军工交流灵改 很多民党执政的一个缺失的部分 国民党在高雄 议员是过半的 那这是对国民党来讲 等于我们要面临海啸 你这些小鸡怎么办 所以第一个 会影响到议员的席次 当然一定会影响 所以很多人都预期说 国民党在高雄市的议员 一定会大幅滑落 所以你母鸡的部分 你不用考量小鸡吗 你不用考量小鸡的感受吗 母鸡应该对小鸡有加分 所以谁有加分 第一个除了内部民调 所有的sample说 做母数 所有市民做参考之外 高雄市议员 你不用去做 那个就假投票去做参考吗 所以我觉得 要考量了很多 不急于现在 那现在是朱立伦 执意要柯知恩选吗 我觉得他们内部 就像我讲的 先射箭再画把 你就是所有量身定做 所以我就是要逼柯知恩要上架 就说 就说花椒已经扛过来了 就等新娘上花椒 可是我刚刚讲 就说柯知恩自己意愿不高 当然他讲说 柯知恩是屏東出身的 你不说屏東跟高雄很近的 就是说柯知恩去选没问题 他也没有再去经营过嘛 那等于还是空降啊 所以不论是张亚中或杨智良 老讲都跟高雄 淹源不深啊 你要怎么去做说服 而且陈其邁现在是拼连任 怎么打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不用那么急的在高雄提名 我觉得至少要这些争议摆平之后 再提名 否则 至少要把游戏规则把它定得公平 是否则高雄的争议会变成 桃源的翻本 只会让党中央弄得更难看 郭东哥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民调 显然朱立伦是最主要的问题吗 也就是说不想选的 朱立伦非要他选 然后想选的 朱立伦就偏不给他选 朱立伦当了两任主席 我不知道他上一任主席 是受到了什么案件 中了什么伤 好像耿耿于怀 这一次他把国民党的内部 整个座位搞得这么黑箱 让人家都真的摇头 前面有桃源 接下来是苗栗 要习志农 习志农赶快下了 赶快召开记者会细节 那现在再加上了这个高雄 高雄还没有形成风暴 还没有像桃源那样 已经风暴在剪了 然后苗栗弄得那么难堪 可是高雄现在搞出一个七人的民调 大家不要讲外人 连党内的人都都撒掉 这是什么时候做什么民调 而且当事人知道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为什么是这七个人 为什么没有八个 为什么没有九个 杨志农说怎么没有我 张亚中没有啊 有啦 张亚中有啦 杨志农他讲说 杨志农表态比较晚 他们做的民调 杨志农还没有表态 这是个理由 有时候其实让人家觉得 虽然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但是以我一个老观察家来讲 简直在羞辱高雄市民 把高雄市民看轻啦 你看一轮整个做民调 整个跟高雄有什么关系 说出什么理由 讲柯志农就好 不客气讲 不要讲什么屏東跟高雄很近 这算是什么理由啊 我对柯志农印象就是 韩国瑜站在旁边讲的 革命小学生白小腿 你的印象有没有 对对对 厉师小学生韩国瑜给他加持在那讲 你看我看他就是 这里让我印象很深 就是白什么小学生 女生坐在前面的小腿 白白的 美白小腿 美白小腿 你这样的 你说找这些人就 就塞给你们说高雄市民支持他 我就觉得这太侮辱高雄市民了 高雄市民不是 不是青春淡起的 是乖来挖的 就是他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个局 让人家觉得真的摇头 尤其张亚中 张亚中这连环 炮风那不客气到什么地步 他不要讲说 这是假民调 他甚至脸书就公开讲 朱立伦你花多少钱 去选党主席的 都怀疑这个东西 那我说你 你自己对你的主席 都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那人家真的要不提名你吗 他们内乱 现在开始在卷的时候 我是认为说国民党 应该要有大人出来讲话了 都还没有选举嘛 还在这里选贤尼人 还在选择人才的时候 就已经搞成这样子难看了 从桃园一路下来 那你还有地方呢 还有其他的啊 人家都不知道 可是朱立伦到今天 有没有公开对这一次 选择这个候选人的一个 标准出来给大家知道 没有 我们也看不出国民党 到底你是选什么样的人 来当这个县市长的人选 都没有耶 国民党如果说 想要在这个高雄市长 这一议能够赢得选举 就是要告诉高雄市民 推出什么样的人选 对高雄未来发展是最好 但现在从一开始的 游戏规则来玩 我们如果说这份民调 被人家质疑是假民调 那是不是会引发 党内的风暴了 第一个国民党党内要怎么搞 我尊重他们自己 他们喜欢这样玩就去玩 我们只是从旁观者 或者说是竞争的政党来看这件事情 几个有趣的点 第一个刚才明星讲说 这样搞会桃园翻版 如果是桃园翻版的话 案例第一条 凡是列在名单上民调的 通通不会提名 所以搞不好会提名杨智良跟李四川 桃园不是搞半天民调 就在民调上面有名字的 没有一个提名 提名一个没有民调的 我就三不见这都 我们五个月来跑步 最后奖牌颁给一个在旁边看的人 张三真的不是这样出现的吗 所以现在从第一名到第七名 我不管这些人怎么来的 你到底这民调是要做参考依据 还是未来市长提名 是从这七个里面来挑 还是另外有第八个第九个 那你怎么去评论这个名单 你怎么看待高雄市民 国民党这样处理高雄市长的提名 是极度的不关心高雄 极度的不理会高雄市民 你以为高雄市民是没有感觉的吗 那那个感觉会不会反映到 高雄市的市议员的选举 国民党的高雄市市议员 难道不该出来讲两句吗 第二个这份名单 意识形态大过关心高雄 意识形态 主席人马大过地方人才 陈丽娜啦黄绍廷 或者曹帆龙这算地方的啦 这算地方的啦 对韩国瑜人马 但是大家都说这个是要掩护柯真 这主席人马嘛 大过地方人才嘛 然后呢为什么挑这一些人 里面有没有韩粉的影子 对不对 有没有主席的人马 所以难道中国国民党在高雄市的人才 只有韩粉这一种 韩国瑜的这个风潮的这一种 或者是主席人马这一种 你知道高雄是一个这么长期的都市 从美丽岛事件到现在 也有一些国民党地方培养出来的人 看不见啊 所以我刚才讲说这个名单就意识形态 大过关心高雄 主席人马大过地方人才 最后一个这个民调 我打赌啦 一定不会有人出来承认是他做的啦 找不住啦 这是无主孤分 无主孤分 那个七位平要搞啊 这很严重 如果搞一个假民调出来 连七月半啊 这外界人要搞什么人 这个找不到主人的啦 根本不会有人承认 然后呢 这个民调呢 一定就如同张晓中所说的 做假的 为什么做假的 你知道吗 这个私心 做税到什么程度 柯志恩 我看好多人都跟他聊过 刚才民党讲的 柯志恩没有意愿啊 那柯志恩说他没有意愿 李四川是不是也说他没有意愿 然后高雄市的国民党议员 是不是做了假投票 要李四川对不对 那既然要霸王应三公 你为什么只放柯志恩 不放李四川 对啊 对不对 你这个民调到底是在 是在帮谁的私心 量身定做的作税 除非柯志恩公开讲没意愿 私底下拼命表达我要嘛 要不然柯志恩没意愿 李四川也没意愿 人家李四川好歹有些关联 做过副市长 地方的议员也支持 你民调为什么不放进去 对 还是最后是李四川 柯志恩是出来像鲁明泽样 垫背的 你在玩什么 玩这种政治游戏 到底把高雄市民 其他人是陪绑用就对 你在玩什么东西 然后再 因为柯志恩讲过 如果民调他第一名 他就认了 他自己讲的要给你认了 这个名单还有一些 有趣的现象 那为什么就放这几个 高雄市议员 没有其他议员 对 高雄市议员国民民调好几个 为什么放这几个 其他人都没意愿吗 你说没意愿可以放 柯志恩可以放 那其他的国民党籍资深的高雄市议员 李梅真为什么不放 对 其实这七个来讲 就觉得没有标准可言 陈玉珍也放进来了 你放进了 你金门的陈玉珍放进去 那你要不要找一下马祖的 把那个马祖 我们那个好同事也放进来放一下 我的意思说 这些内容 就这一个名单 我们做民调一定要名单选项 你选项怎么出来都没逻辑可言的 哪有主权 所以到最后就是一刷入 就来到 我们来说就去 我们去选项 我们去选项